大家好 今天又要分享生活中有趣的小玩意 那各位啊 你們在EDC的 Everyday Carry裡面的話 選項有沒有餐具啊 沒有餐具 對不對 說實在話啦 我們EDC的話有分這種隨身的 就是說你身上可能會有一個 小包包 或者說你可能會有一個小Pouch 然後隨身 戴在腰上的 你結合這個Hop Kitchen System 就這個東西你可以掛在腰上 這東西是隨身的 隨身EDC當然不會帶餐具 但是如果說你的包包 你可能我們身上 我們都會帶一個像這樣的 sling bag 我想每一個 EDC的user 大家應該都是這麼玩的 身上就會帶一個 這種 這個 sling bag 包包 那我這個包包的話是 Air Air 的 Sling 3 Max 目前的話是我 2023跟2024 在使用的 sling bag的選項 那我們在這裡面的話 我們就有可能會帶餐具 那餐具的話 當然了 EDC user用的餐具的話一定是 Titanium 就是 太合金的 那所以說我 今天的話就開箱的一個 takich的餐具 跟大家分享 那以及他會在生活中裡面 帶給我們什麼樣的便利 那我今天事不宜遲 趕快把箱子打開了 哪各位可能會發現到 我們現在的影片 收音好像稍微好一點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 Давай 因為我現在使用的錄影機的話 已經不是以前的Sony 我現在已經用DJI 這個DJI Pocket 3 那我也是用他們家專用的麥克風 就是Mac 2 好那我就把這個箱子打開 這家品牌的話 大家有看到盒子啦 它叫Best TI 他們家是完全做純鈦的餐具 的公司 產品線的話相當多啦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到網路上去選購 或是到他們家的官網去選購 有興趣的話 好那我們打開啦 打開之後的話你會看到 發票 發票 那不貴啦 我這次買的商品的話 聽說這樣子會被盜領獎金 好不好 那我就不要給他看了 那是370塊 滿便宜的 那這個箱子裡面的話打開的話 就是一個 再小的一個箱子 一個小盒子 那上面寫 健康無毒 耐冰耐熱 永不生鏽 可回收材質 抗菌 耐酸減 超清量 無磁性 喔不錯喔 這些 講得蠻好的 講得蠻好的 那我就 把這個套子給打開 那打開之後的話 你會看到內容物 那內容物的話 這盒子還不錯 純鈦餐具 純鈦金屬 那這個廠牌的話 BASE TI 它成立於2016年 專門設計各式太智產品 好有興趣的話 大家自己去Google啦 那它的這個套子的話 它長度大概是在20幾公分吧 22公分左右吧 我猜 因為大致上 對 那我這次買的商品的話 是兩件的組合 那第1件的話 就是筷子 那這筷子的話 我是買極短版的 極短版的 你看 然後這次 其實我訂的是霧面的啦 但是 賣家跟我說 霧面的已經去貨了 他就給我亮面的 那當然了 他有問過我啦 有問過我說 出貨出亮面 可不可以 我說沒問題啦 這也不是什麼大事情 那BITDAO BITDAO 那BITDAO 小事 那 亮面的有亮面的 好看啦 那只是說我 其實霧面的還是會稍微好一點 因為我們是EDC user EDC user的話 就是要走這個 實用風 然後可能有點 佔地風那種感覺 那再加上它的 這個叉子 它叫做 拓荒者 拓荒者叉子 叉子跟 叉子跟湯匙的 結合體 那 你就是一件商品 它會有兩面 那其實我當初定霧面的話 就是要 這兩個要當一套的 那就現在變成一個亮面 一個霧面 那也沒辦法 因為霧面的筷子已經缺貨了 那這兩個的話 筷子的話是 17.5公分 那這一個叉子大概是17公分左右 對就像這樣子 那我們在外面的話 你用餐就可以用自己的餐具了 對 那 當然我們在做EDC的使用的時候都會盡可能的要縮小攜帶的體積 對 那所以說 這一個 叉子跟湯匙的話 還有這個筷子 我就把它放在這個袋子裡面 那很小巧 也很薄 那我們就放在 我的這一個 Seline Bag 裡面的話 做攜帶 那它其實不在位置 我們在做EDC的攜帶的時候的話 最重要是 它的薄 一定要夠薄 那它長度稍微長一點 沒關係薄 那我們這次的商品的話17公分的話已經是筷子裡面了 能夠接受的最短尺寸了 不能再短了 因為你再短下去的話東西就不好用了 對 我發現了 亮面的筷子還是有它的問題 因為你會在這裡面一直摩擦 它就會慢慢的變成要亮不亮 要霧不露的 那真的是沒辦法 因為霧面的已經缺貨了 那我們拿筷子的話大概是像這樣子 那這個長度的話是蠻剛好的 因為其實你再長也都是露在外面而已 所以說17公分的筷子 我覺得還OK 蠻好的 那這個叉子的話 相當輕 其實這兩個都相當輕 這個叉子的話可以好好的介紹一下 它這邊的話是湯匙嘛 對不對 當然這很淺 這只能夠 讓你一次個便當啊 這樣子 那你要喝湯的話 這一個 這個麵的話 不是頂合適的 因為它很淺 你可能要喝好幾口 當然你如果是韓國人的話 他們就很喜歡用這樣子的一個 很淺的湯匙 那這邊的話是叉子 這相信大家都看得到 那它最特別的是 很多人會問說 你有湯匙 你有叉子 你怎麼沒有刀子 不是都要刀叉嗎 有啦 它這個 這個地方你會看到一個鋸齒 這個 這個位置就是要讓你當刀子用的 它可以切 所以它可以切 然後呢 又可以擦 然後同時呢 它也可以咬 所以說它是 一個物品 然後多功能 多功能 所以說它這個 就很符合我們EDC的精神 就是要多功能 攜帶一個物品出門 它代表了就是好幾個物品 這就是EDC的精神 非常好 那它這個 拓荒者的話 這一件是二代 它跟一代的差別的話 這邊 多了一個孔 這個孔就讓你可以 調那個調環 做那個 Cobiner 做一個 D型環 的攜帶 這樣子 那 這個筷子的話 也 蠻OK的 它整個就是一亮一暗 我覺得也還算搭得上 也還能接受啦 它上面的話 亮面的這個塗層當然就會稍微好看一點 對焦 有沒有對到 這個是帶一點紫色的一個圖案 尾端還做一個雷射雕刻 我覺得亮面的話有可能成本會稍微高一點 因為它會做了很多額外的加工 那它的前端的話 它又有一個這種齒痕 然後可以讓你增加抓負力 那這兩件的話就把它放在這個套子裡面 不過我覺得相較起來這個美中不足的地方是 這套子稍微有點偏大一點點 它有可能因為我這個是短板 短板的筷子 所以說它只能可能做一個套子的要 Full Length的筷子也可以放 所以說就會 成為一個比較長的 這個 套子 那我們整個餐具這樣子收起來的時候的話 就可以收起來很精巧 也很薄 那我們通常的話 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種東西會怎麼使用 我們通常就會把它放在我的 Decilin Max 說實在 Decilin Max Decilin 3 Max 真的是一個非常棒的 Slim Bag 我改天會為了它 做一個 專輯 好 對那我們就放在這後面 那這個容量非常大 它有6公升 對 那好 那今天的話就是 我們這一個餐具 Best Tie 它的 透芳澤 2.0的叉子 以及 短板的 亮面筷子 的開箱 那 介紹給大家 希望大家會喜歡 嘗嘗看 有興趣的話 自己上網路上去購買 然後 我沒有收代言 當然 也沒有收贊助 如果說各位廠商 還看得起本頻道的話 喜歡贊助 也歡迎跟我聯絡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